美国科学家太阳活动周期跟天气变化有关 发表在Nature Geoscience期刊的研究 提供了新的证据揭露太阳活动 与北方冬季天气的变化有关联性 北大西洋震荡简称NAO 是北半球冬季天气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 正向的NAO会造成欧洲温和潮湿的冬季 而负向NAO则会造成寒冷下雪的冬季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指出 近年发表的研究宣称NAO跟太阳周期有关 这是一段为期11年的周期变化 在这段期间太阳的活动会增加然后衰减 这项理论指出两者之间的关联十分有利 甚至可以提前10年预测NAO并提供资讯 但是拉蒙特多尔地地球观测站 和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的科学家 用电脑建模和延伸观测回溯到1960年 都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证据 其中比较明显的关联是因着大气变化造成 而不是太阳的活动 这个关联理论被认为对北半球的居民很有帮助 因为透过这项理论让居民可以提早计划 防范洪水和暴风雨 不过这项研究只是揭开了关联 未来的气候研究也至关重要 因为看来近10年天气变化的原因 还要在更深的研究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